伍则天对于上官婉儿来说 既有杀亲之仇又有知欲之恩 那么上官婉儿会如何面对伍则天 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之婉儿与伍则天 随着上官婉儿的墓葬在2013年9月出土 他和吴则天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重新被人们所关注 对上官婉儿来说 他刚出生不久就被没入深宫 这要拜吴则天所赐 正是吴则天借机诛杀了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怡 才使得上官婉儿从云端落入深渊 但也正是吴则天发现了上官婉儿的才华 把他从默默无闻的宫女中提拔起来 使得上官婉儿最终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可以说在吴则天和上官婉儿之间 杀亲之仇和知欲之恩 就这么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那么上官婉儿会怎样看待吴则天 在他们之间究竟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耿者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细理解释 方向上官婉儿之 婉儿于武则天 纵观上官婉儿的一生啊 你可以看到 他始终啊 内心有一种矛盾纠结的状态 婉儿命运坎坷 但是他不服 有着强烈的挣扎 他的不幸来源于权力斗争 而且他本人呢成年以后 可又卷入了这个权力斗争的漩涡当中去 他对权力有着高度的渴望 而他的超人的那个才华 他的爱情竟然也跟权力纠结在一起 纠缠不清 说实话啊 我们啊 对这个问题啊 扼腕叹息 我们总觉得 上官婉儿 你要是一个甜淡的 纯粹的诗人 该多好 歌兰五霸 贤无事 纵字悠游 弄文字 多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上官婉儿 他不是 而且这一切完全由不得他本人 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这个时代塑造了他 他的所作所为 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他的一生应该说 是身不由己的一生 上官婉儿的出生 就伴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 他的一生啊 注定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公元664年 也就是唐高宗临德元年 上官婉儿诞生了 在他的母亲正式怀孕的时候 有一个抑郊 据说这个正式啊 有一天午睡 结果呢 梦到了一个神人 神人手里拿了一杆大秤 对他说 说你腹中的这个孩子 以后要乘凉天下 正式听了之后 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什么呢 急躁啊 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大人物啊 于是他就把这个梦呢 告诉了别人 但是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 正式非常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呢 竟然是个女孩 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头 有一个女孩 他怎么能够乘凉天下呢 后来有一次 在逗弄这个孩子的时候 正式就说 说哎呀 孩子呀 神人说的那个 要乘凉天下的人 难道真的是你吗 这个孩子嘴里头啊 咦咦呀呀的 发出来那个声音啊 竟然好像是 是 这事很奇怪 所以一时之间呢 就流传开了 那么此事 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这个事在史料上的记载 最早见于上官婉儿死后 唐政府给他编撰的那个 唐昭容上官室文集的序言当中 此时的婉儿已经是罪人 按理说政府不会刻意的去美化他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上官婉儿生前 这个传闻就已经存在了 那至于这个梦是真的存在啊 还是说啊 这个上官婉儿得势之后 有的好事者给他编钻编造出来的 用来烘托他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大清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要我说 乘良天下这四个字 用来形容上官婉儿 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换句话说呀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预言呢 最后真的兑现了 至于是怎么兑现的 咱们放到后面再去说 上官婉儿的这个家族啊 怎么说呢 本身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家族 这个家族历史非常的悠久 但是始终与政治密不可分 上官婉儿的祖父 上官宜练就了一首好文章 高宗时期翻拜宰相 而且还是当时文坛之领袖 上官宜擅长五言诗 词句非常的优美华丽 一时之间模仿者众多 号称叫做上官体 而且上官宜这个人 还有一项 人家长得好 人家长得特别的气派 排场啊 有一次上朝 大家也知道 古代啊 大臣上朝 那都是天不亮 就要从家里出来了 结果有一天上朝的时候 上官宜骑着马 沿着河堤 缓缓而行 望着天上的明月 上官宜 富诗一首云 麦麦大川流 驱马立长洲 却飞山岳鼠 缠造野云秋 其他一块去上班的这些大臣们 远远望过去 只见在月光的映衬之下 上官宜飘飘然 如同神仙一般的潇洒 一时之间呢 是传为美谈啊 但是上官宜 没有摆脱黑色的命运 很快麻烦就来了 这个麻烦来自于谁呢 就来自于武则天 武则天费尽心机当了个皇后 刚开始唐高宗支持他 因为唐高宗想摆脱自己的父亲 唐太宗留给自己的 那个以长孙吴继和楚隋梁 为代表的仲臣集团的控制 所以呢 执意要立这个五妹娘 为新的皇后 结果武士当了皇后之后 唐高宗才发现 我的天哪 这武则天呢 真不是一擅长 他对权力的那个欲望 大大超出了高宗的预料 加上此时 高宗身体不好 一发起病来 头晕目眩 看不成字 所以呢 武则天就借着帮助他 处理国务的这个机会 开始一步一步的掌权了 高宗对此啊 非常的不满 因为自己的权力 遭到侵夺了 但是啊 武则天这人非常强势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高宗很怕老婆 无可奈何 但是终于有一天 有一件事 引发了高宗的这个愤怒 临得元年冬季 宦官王福盛 来到了高宗面前 揭发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武则天私自请了一位道士 在宫中做法事 就是这件事 引发了唐高宗的愤怒 为什么呢 皇帝历来计会 手下人私自勾结述士 这些术士太讨厌了 你知道吗 不但搞一些神奇鬼怪之事 还经常预言什么正坛的兴衰 很多谣言说实话啊 这帮家伙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造谣机器 很多谣言是从他们这来的 所以皇帝非常的反感这种事 历朝历代 大臣当中 因为勾结术士 被杀被流放的 那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所以这次武则天在宫中行 验圣之术 这件事让高宗觉得忍无可忍 于是高宗发飙了 发火了 这事还真不常见啊 高宗能发火真不常见 赶巧 当时上官仪正站在高宗的身旁 看到皇帝愤怒 上官仪赶紧就建议说 皇后专资海内所不语 请废止 意思就是说 这个皇后专权呢 大家都非常的不满 现在我提出一个 请求您能不能废除他 你要问上官仪 为啥对武则天是这个态度 那只能说 那是因为上官仪是一个正统的儒生 正统的儒生 历来是反对女性当权的 上书当中不是有句话吗 叫做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母鸡打名了 她是你这一家的灾祸 女人不能掌权 所以你看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呀 说实话 对这个女性当权者给遇的评价 都是比较苛刻的 你干得好也就罢了 干得稍微不好 那什么骂名都堆到你头上去 比方说那个汉朝那个吕后 说实话 让我说 这个吕后当政那几年呢 汉朝从各个角度上来说 都不算坏 但是就这 人家吕后最后不是在史书当中 也落了个骂名 就是霍乱朝纲吗 他一死 吕家不也就被铲除掉了吗 所以说 像武则天这种强势的女人 对权力又有着高度的渴望 他肯定要引起正统的儒家们的反感 这里边当然也就包括上官仪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上官仪就提出一个请求 说咱干脆借这个事 咱就把皇后给他废了 行不行 高宗呢 也就同意了 这个在上官仪的眼里啊 你这武则天算个啥呀 当年立你为皇后 不也就是高宗皇帝一句话吗 那现在要废掉你 那不也就是一句话吗 但是他可忘记了 此时的武则天已经今非昔比了 他的语意已经逐渐的锋满了 高宗同意了之后 就命令上官仪 说你给我立即起草文书 于是上官仪就找来笔墨 开始准备拽词了 要我说这知识分子就是容易误事 你想一想这是什么当口 你现在应该干的首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现在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赶紧调动军队 把皇后给控制起来 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对不对 你那个招书什么时候写不行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上官仪一辈子四平八稳的 按照工作流程来做事情 他已经习惯了 像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当口 他竟然仍然是按照程序 咱们先撰写招书 这个招书还要想着 写的怎么样文笔还要优美 结果他就浪费了 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 此时的武则天 那可不是当年那个孤立无援的武则天 这个时候高宗身旁的那些宦官也好 宫女也好 当中好多都是人家的眼线的 你在这起草文书 结果就有人立刻飞奔着过去 给武则天报信 武则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武则天也立即飞奔而来 于是乎就出现了下面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面 高宗正坐在那 看这个上官仪给他写的这个招书 正在这看呢 这时候就见皇后气急败坏就冲进来 一进来就连哭败指责 哎呦那简直闹的是不可开交 而高宗呢竟然被自己皇后这个气场啊 给压制住了 高宗吓得哆哩哆嗦的 那你要是当时你到那场合 你还以为啊做错事的是高宗来 那你看到武则天一脸的慷慨激昂啊 结果呢到最后 废后这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而且高宗啊最要命的一点是 高宗竟然好像还觉得自己理亏 于是乎呢 他还想给人家武则天一个交代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可是太要命了 他说我出无此心 接上官仪教我 哇你这人太不厚道了 这不是好领导哎 你这好领导不应该出了事 一下子就栽到人家下属的头上 对不对 高宗这个皇帝啊 说实话啊 其实啊在中国历史上拉平了算 应该算是还是个不错的皇帝 但是这件事上他一时之间的这个软弱 一时之间的糊涂就这么一句话 就把上官仪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去 要说武则天这人那是很有手腕 而且人家武则天也富有心计 他明白这事不能再继续抓着高宗不放 必须得给自己的丈夫一个台阶下 那这台阶是谁呢 对不起 就是你上官仪 只有牺牲你了 而且武则天还敏锐的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上官仪以前担任的官职当中有一个陈王自义 而揭发武则天的那个宦官王福胜 也曾经服侍过陈王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曾经都是陈王的人 而陈王不是别人 正是前太子李忠 这下子武则天得意了 可以一箭双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李忠啊 乃是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个李忠是高宗的长子 但是呢是述出的 也就是说他的母亲没有名分 只是一个无名的宫女而已 所以李忠按理说没有资格当太子 但是呢 当年在跟武则天争宠的过程当中 王皇后有一块心病 王皇后啊 没有自己的亲生的儿子 所以王皇后的舅舅宰相柳氏 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说那不是有个李忠吗 你啊 现在啊 你应该把那个李忠收养到你的门下 做你的儿子 这样子李忠就再也不算是输出了 他就有资格当太子了 他当了太子 你的位置不就稳固了吗 于是王皇后就把李忠收养了 那么李忠就被败为太子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王皇后失败了 被废掉了 武则天当了皇后 那李忠当然这个太子位置也就丢掉了 然后还被流放到了钱州 按理说李忠应该已经够不上威胁了 但是对于武则天来说 这还是个隐患 必欲除之而后快 那么刚巧这件事情算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要借着这件事 把陈王李忠也给牵了进来 于是乎武则天的心服许静宗 就开始发挥他的那个专长了 也就是那个缺德的本领 什么本领呢 罗知罪名 他罗知罪名说 说上官仪王福胜乃至李忠 他们是一个彭党 是一个集团 想犯上作乱 所以呢 他们想首先干掉皇后武士 结果借着这件事 上官仪等人都被下狱了 最后上官仪和他的儿子上官亭之一起被杀掉 而上官亭之不是别人 正是上官婉儿的生父 而此时的婉儿呢 才刚刚降生 没有多久 还不满周岁 因为祖父上官仪因罪被杀 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 作为罪臣之女 被没入后宫 那么等待她的 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记住关注 发现上官婉儿之 婉儿与武则天 按照唐朝的法律 犯罪被杀官员的家属 是要没入夜亭宫做苦衣 因为祖父上官仪的被杀 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 就和母亲正式一起 进入了深宫之中 这里去前途未步 漫漫人生路 年幼的上官婉儿 只能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去面对 那么等待上官婉儿的 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夜亭又叫做夜亭宫 秦代叫做永相 汉武帝时期 才有了夜亭这个称呼 什么意思呢 夜亭的意思是 皇宫旁边的一座宫殿 夜啊 夜 人体的肘叶 人的旁边的意思 三府皇图说 说夜亭宫在天子左右 如肘叶 所以叫做夜亭宫 汉武帝时期开始 在这个地方就曾经关押过有罪的宫女 平常啊 这个夜亭宫主要是非贫们去居住 唐朝犯罪官员的家属 一般都会沦为官奴婢 其中有记忆的妇女会被发配骂入夜亭寺 没有记忆的就发配到私农寺去干粗活干苦力 上官婉儿在这里头经历了十余年黑暗的这个光阴 他由婴孩到少女默默的成长 要不是他身上特有的素质在起作用 那上官婉儿就此可能永远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官奴婢 或者是宫女而已 什么素质呢 那就是财学 上官婉儿本人有着极高的财学 这点啊 说起来有点让人纳闷 怎么回事呢 我们承认上官家族文化水平都很高 可是问题就在于上官婉儿刚出生没多久 他家里的人就都被杀了呀 他没有机会接受家学呀 到了这个夜亭宫里边都是官奴婢了 谁给他教文化呀 他怎么就具有财学了呢 实际上唐朝的夜亭宫里边本身是有教育机构的 怎么回事呢 按照规定夜亭宫设有公教博士二人 专门负责教育宫女 旧堂书说博士长教习工人书算重义 这个博士有几个呢 有两个人 他们专门负责教育宫女 而教育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书法算术以及其他的记忆这里边包括歌舞等 他们教的就是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博士的身份一般来讲都是宦官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所教的都是些实用记忆 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上官婉儿的财学来自于这些人 为什么呢 这些公教博士啊都是宦官 而唐朝的宦官历来文化水平都不咋地 所以上官婉儿的学识啊应该不是来自于他们 其实呢 除了这个公教博士之外 在唐玄宗以前唐朝的宫廷内还有内文学馆 由这个中书省来管理 然后呢 让儒者一人为师 专门负责教育宫女们 教育一些诗词歌赋 我怀疑上官婉儿本人的学识是来自于这些儒生 这些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 而且 我恳请大家不要忘记了上官婉儿的母亲 上官婉儿的母亲正是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只知道 他是太常少卿郑修远的姐姐 唐人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这个上官仪 作为唐太宗和高宗时期的红人宰相 他所选择的儿媳妇 也应该不会是一种是小户人家 他应该是大家归秀 那么唐朝的历史上 正是一门当中最显赫的乃是行阳正式 我有点怀疑说这个正式啊 有可能就是行阳正式 是名门望族 这个名门望族特别重门风礼法 也特别重家庭教育 无论男孩女孩 都有良好的学识 所以呢 我认为上官婉儿的学识的一部分呢 应该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另外 咱们可千万别小瞧那遗传的作用 虽然说上官婉儿对自己的祖父都没什么记忆了 可是上官家族的那个超高的智商啊 上官婉儿应该是继承下来了 这个孩子的天资啊 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好学 像个海绵一样 从各处汲取的知识 所以很快他在宫中啊 就有了美名了 这个孩子据说写文章啊 一气呵成 不用打草稿 一口气写下来 最后这个美名都传到了这个 武则天的耳朵里边 说这个孩子非常的这个聪明 说这个孩子文章写得好 而且这孩子还有个专长 什么呢 他对朝廷的典章制度特别的熟悉 旧堂叔说他 说他是吉掌 有文词 名习立士 就是对朝廷的制度也很熟 这点非常的难得 所以武则天听了之后 武则天就命令把他给我叫来 武则天要当场试一试他 让他当场写了篇文章 结果文章写出来之后 武则天拿起来一看 真漂亮 武则天非常的高兴 于是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负责文书的制作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上官婉儿此时成了武则天的一个秘书 后来甚至还成了武则天的首席秘书 这一年的上官婉儿多大呢 十四岁 古人说岁都是虚岁 十岁也就是十三岁 也就是相当于一初二的年龄 就已经开始在武则天的身边 负责如此的重则大任 你可见上官婉儿 命运出现了怎样一个戏剧化的转折 一部应可中国人续脉传承的奇书 一位文化学者春节期间百家讲坛 为您呈现前文中解读百家戏 刚出生的上官婉儿 因为祖父被杀被没入后宫 但在十四岁的时候 又因为才华出众被武则天砍中 把他提拔成自己的秘书 上官婉儿又从一个普通宫女 变成了武则天最为倚重的政治助手 命运的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可以说在上官婉儿的身上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那么武则天提拔上官婉儿这件事 对上官婉儿的一生 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这么说吧 这件事情 对上官婉儿一生的命运 影响分为正负两方面 正面影响 命运得以扭转 没有武则天的召见 没有武则天的赏识 上官婉儿的一生将是默默无闻 以他罪人家属的身份 最好的结局 也无非就是当个工女 升任一个公官 对吧 最后在寂寞当中消耗年华 老去死去 最终也不过就是如此吗 这与上官家以前的 那个辉煌的场景相比 反差实在是太大 以上官婉儿的性格 他是不会接受这一切 有人可能不解 宫中生活不挺好的 不缺吃 不缺穿 对不对 我看他生活在那 比在宁间好得多 但是大家要知道 人是需要精神生活 高墙之内的生活 十分的寂寞无聊 你想一想 能够得到皇帝宠爱的有几人 上官婉儿即便是当了一个妃嫔 他就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吗 你想一想当年的武则天 武则天要进宫去当财人的时候 他母亲为啥哭着 不愿意让女儿走 原因就在于他知道 入宫之后能够得到皇上宠爱的 没有几个 那是少数 而且大家要知道 那个宫廷里头 那不是正常人呆的地方 怎么呢 充满了勾心斗角 这些女人 包括宦官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彼此之间的这个斗争之上 现在电影电视剧当中 有那么多的宫斗戏 对不对 虽然里边的绝大多数情节 都是这个剧作家的这个虚构 但是古代的宫廷内 的确是这样充满了宫斗啊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武则天当年就是宫斗的胜利者嘛 因此在这种精神苦闷之下 那点物质生活方面的保障 完全可以抛却 咱们举个例子 唐中宗时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事件 什么事件呢 有一年正月十五的晚上 长安城内啊 到处这个看灯火 平常一到夜间 宫门是要关闭的 要实行宵禁的 结果唐中宗 哎 这一次心血来潮 说刷了吧 今晚上宫门就不要关闭了 让宫女们 对吧 有机会能够到街上 去看个热闹 看个灯火 多好 是不是 结果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一点名 跑了三千宫女 唐朝鼎盛时期 宫中的宫女也不过万人左右 三千人 换句话说 跑了三分之一啊 史书记载说 说这三千女人呢 银奔 意思是有相好的 跑了 要说胡说八道 你要说有那么一两个 有相好的勾结好了 这我相信 三千人 你到哪让他找这三千个男的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三千个人的跑 说白了 就是受不了宫中的生活 投奔自由去了 就这么简单 我这里啊 有一张陕西师范大学 博物馆所藏 唐代墓志的照片 是一个宫女的墓志 大家可以看一看 非常的有意思 你看一眼就知道 这个宫女的声 宫女受不受重视 你首先瞧这笔字 你瞧那大唐王公八品 如何如何 你看那唐字 那八字 还有里边这好几个字 你看那字叫什么字 狗扒字 跟其他的唐代的墓志相比 就没法比 字体非常的 非常的烂 写得很差 而且呢 请大家注意 那个年月日啊 什么这个岁数啊 这个字体啊 跟旁边的字体 还有点区别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墓志 是怎么制作的呢 啊 他就是唐朝的宫廷 找了一帮子水平不咋地的工匠 然后呢 就刻了这么一些墓志 而且都事先已经刻好了 就放在那 谁死了 把他的品级 把他的死的年月日 把他年龄往上一填 完事 连性命都不给人家留下来 一言以蔽之 在政府的眼睛里 他们的这个 也 他们的人生啊 也不过 就是个填空而已 所以 从这点上来说 我们也就了解到了 宫女根本不受重视 因此那三千宫女逃跑 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 对于上官婉儿来说 武则天的青睐 给他带来的是命运的急转弯 从此以后 他就告别了 刚才所说的那种 灰暗的人生 踏上了一条锦绣之路 飞黄腾达 真的到了最后 可以称凉天下 那么此事对婉儿的 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 负面的影响是 陷入了权力的漩涡当中 不得自拔 上官婉儿的一生 从此和权力是密不可分 很多人凯叹 说 上官婉儿这么个冰雪 聪明的女孩子 要是不和权力 搅得那么紧 也就没有悲惨的命运 要是不和权力 搅那么紧 也就能给我们留下 更多更美好 纯粹的诗歌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上官婉儿 她是不可能 避免这个命运的呀 正是权力 导致她的祖 父 被杀 但也正是权力 把她从泥沼当中 给抄拔了出来 而且她的一生的生活 都与宫廷密不可分 那么您说 她怎么能够摆脱权力的影响 上官婉儿小小年纪 就被吴泽天看中 开始出入权力核心 最后还成了吴泽天的首席秘书 那么上官婉儿 又有怎样的感情生活 敬请关注发现上官婉儿之 婉儿的残与情 上官婉儿和武则天 可以说是一对奇妙的组合 武则天是上官婉儿杀祖杀父的仇人 这可是不共戴天之仇 那么上官婉儿为何就甘心 为武则天所用 而且还忠心耿耿 他难道就不想报仇吗 而对吴泽天来说 他为什么就那么放心的 把仇人的孙女留在了自己身边 而且还唯以重用 他就不怕上官婉儿 翅膀硬了之后 会找机会替自己的家人复仇吗 要我说这个问题 咱们得分析一下 我估计是两个原因 造成了上官婉儿 对武则天忠心耿耿 第一个原因 祖父印象 全无 大家要知道啊 上官婉儿家出世的时候 上官婉儿尚是一个 墙宝当中的婴孩而已 所以那个祖也好 父也好 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印象 他的母亲正是 虽然还活着 但是身处身宫之中 到处都是勾心斗角 他这个正是 他这个母亲呢 很有可能不敢给婉儿痛说家事 所以对于婉儿来说 那个仇恨已经很大了 第二个原因 武则天是唯一的倚靠 的确是武则天使他们家陷入了困境 但此时也正是武则天把上官婉儿从困境当中抄拔了出来 对于上官婉儿来说 武则天是他的一切 他的前途 他的财富 他的一切都来自于武则天 祖父对他来说 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符号而已 所以你说 他怎么能够不对武则天效忠呢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武则天的心理 武则天难道不担心仇人害他 他咋能不担心呢 咱们举个例子啊 武则天时期啊 曾经颁布过一个赤文 这个赤文是这样写的 说逆人家奴婢 即原作等色入官者 不需冲上时 上药驱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凡是犯罪官员的家属 被罚作官奴婢的 不要让他们到御膳厨房和御医那个地方去工作 为啥 你想想为啥 就是怕人家下毒嘛 所以武则天啊 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心的 那家伙武则天的那一辈子 家伙仇敌多多 他杀了多少人呢 咱们不说别的 咱们就举例 就他那些宰相 他一生宰相七十多位 其中被杀 被流放的 占到了三分之一强 你就宰相尚显如此 你想想其他人 所以说 他的仇人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为什么 他对上官婉儿就如此的放心呢 我认为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准确的把握了上官婉儿的心理 他对上官婉儿啊 那么放心呢 估计是揣摩到了上官婉儿的心理 上官婉儿对祖和父 没有什么很深的感情 而且一旦走上权力之路 武则天明白 你就离不开我了 因为朕即国家 一切皆来自于朕 第二个原因 欣赏上官婉儿的才华 上官婉儿有着超高的才气 又有着明习历史的长处 所以对于武则天来说 这点非常难得 武则天呢 是一个懂人才爱人才的人 科举家世杂文是他的发明 科举搞电视是他的发明 科举搞舞举也是他的发明 而且平常看到人才 武则天就爱得不得了 甚至于包括那个徐敬业叛乱 徐敬业叛乱的时候 洛宾王替徐敬业写了一个著名的 讨武赵戏 好家伙那里边 那把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啊 结果呢 武则天拿到那个东西 看那个时候呢 竟然看入谜了 为啥呢 哇文采太好了 写得太漂亮 看完之后 武则天竟然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哎呀 这样的人才不为我所用 这是你们宰相的失职 你看看 你看人家武则天有多爱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官婉儿就非常值得他信赖 上官婉儿的才华 就是他信赖上官婉儿的原因 那么目前还有一个谜团 武则天重用这个上官婉儿啊 是重用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通过其他的材料还发现 他重视的还不仅仅是上官婉儿一个女人 有一大帮子女人为他所用 那么武则天 为什么要重用这么多的女人 除了他本人当女皇之外 他是不是还想搞一个女人王朝啊 这是一个谜团 另外 上官婉儿跟着武则天一干就是一二十年 一直到唐中宗时期才被立为妃嫔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段内 上官婉儿的感情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感情生活又对唐朝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把这些留待下 谢谢